大家好,接下来将为您带来美剧天赐第一季大结局 自称是凯尔父母的彼得森夫妇和史蒂文夫妇 说着凯尔失踪前的事 在五年前的一天,凯尔去上学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说出了凯尔所有的特殊之处 非常聪明,学习知识非常快等等 在妮可的暗示下,还提到凯尔没有肚脐的原因是 他的器官生长错位,做了矫正手术,因此没了肚脐 凯尔爸爸告诉大家,他们和凯尔已经做了DNA鉴定 检验结果出来就会真相大白 为了能使凯尔想起从前的事 他们还给他带来一个相册 里面都是凯尔小时候的照片 但是,看着这些照片的凯尔却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来到汤姆装在他房间的监控器前 问汤姆那些人到底是谁 情绪激动的他,弄坏了监控器 他拿着相册来问所谓的父母 自己出生在哪,有没有兄弟姐妹或宠物 他们一一回答,还说出 他曾经有一个钟爱的猫爪浴缸 这就是他为什么喜欢睡在浴缸里 他又问彼得森夫妇,科恩和亚当是谁 父母表示并不认识他们 尼可告诉凯尔 这两个人有可能是在他失踪的五年里遇到的 孩子们都去参加了阿曼达的礼拜仪式 尼可和史迪文在家看着彼得森夫妇带来的相册 他们看着小时候的凯尔那么快乐 为他重新回到家人身边而开心 医院打来电话说 凯尔和他的父母DNA匹配 凯尔并不相信检验结果 说他们就像陌生人一样 尼可一家才是他的家人 他是不会离开的 凯尔心中的疑惑得不到解答 于是他来到教堂独自思考 一个男人坐在了凯尔的旁边 凯尔说想要一位守护神能帮他指引方向 男人要他相信 无论是不是信徒 都要相信 在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默默注视着他的人 在回家的途中 下属男一直跟着凯尔 突然他被汤姆用迷药迷运 将他带进了醒来的那个森林 凯尔回忆起了醒来前发生的事 科恩要杀掉汤姆和凯尔 情急之下 汤姆不得不先下手围墙杀掉科恩 从回忆中清醒过来 问汤姆带他出来的原因 这时躲在暗处的下属男用枪打伤了汤姆 两人赶紧跑上车逃出了森林 在回家的路上 凯尔逼问汤姆其他的问题 他不得不都告诉汤姆 彼得森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 没有以前的记忆 是因为在醒来以前 他根本不存在 想要知道的更多 就要和他们走 去见那个可以解答一切的人 回到家后 凯尔告诉他们 他想起来了 叫了彼得森夫妇爸爸妈妈 还和他们一起回忆从前的小事 史蒂文问他们什么时候走 凯尔很着急说 他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走 乔治伤心的走开了 在离别派对上 戴克伦为凯尔突然要离开 没有告诉他而生气 凯尔告诉他 如果有别的原因 一定会通过别的方式通知他 临走前 家人们为凯西收拾东西 乔治却独自出门了 就连史蒂文也变得不开心 你可安慰他 没有不散的宴席要慢慢接受 凯尔收拾衣物的时候 妮可向凯尔解释 如果乔治没有回来 不要怪他 凯尔说 他明白乔治的心 在凯尔上车前 乔治还是赶回来送他 凯尔和家人们一一拥抱告别 最后告诉了戴克伦 给他留了东西 凯尔走后 妮可看着他们的合照 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不舍 戴克伦来到凯尔以前的房间 看到了留给他的东西 是凯尔和彼得森编的故事的证据 离开后 彼得森夫妇不再和凯尔假装成一家人 凯尔问他们 DNA检测是怎样完成的 彼得森说 他们有完整的资料 受伤的汤姆 接到亚当的电话 汇报任务完成 很快 凯尔就会跟彼得森夫妇去见他 彼得森夫妇带凯尔 见了在教堂中遇见的那个男人 男人向凯尔介绍 自己就是亚当 并表示 他会告诉他一切真相 另一边 下属男向女上司汇报 凯尔被他的亲生父母接走了 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女上司告诉他 不用担心 他有办法交出幕后主使 与此同时 他们已经研究出了新的实验品 781228号 一个女孩子 他们又会利用这个女孩做什么呢 到这里 天赐第一季就结束了 凯尔将跟随亚当 一起了解自己的身世之谜 逃避神秘公司的追杀 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当然了 这仅仅是我的想象 你想知道 凯尔会有怎样的境遇吗 那就和我一起继续观看 天赐第二季吧